你们说的没错 这里的税收是比别的地方高 其中应该有些原因 什么原因也不行 买鸡蛋喽 又新鲜又大的鸡蛋啊 大妈这鸡蛋怎么卖啊 十文一斤 买点吧 新鲜吧 是贵啊 好好好啊 大米怎么卖 七文一斤 鸡蛋 我这可是今天的心理 来点了 再转转 走吧 走了 大米 老板 您这药材是不是贵了点 这甘草一两 就比除粥贵两文钱之多 不好办哪 除粥的税是三十税一 咱这儿的税是三十税三哪 听您这么一说 我都不想要了 那只好您自己拿主意了 我们是真没办法 你们这儿为什么三十税三呢 那这个您得问我们的县太爷了 问我们的朱老爷 定远的税不但高 而且还乱收一气 您要是拉车送个货 得交这个行货税 您听说过吗 弄间房子 存点货吧 得交那个居货税 您听说过吗 真的 这我还跟您瞎扯什么呀 您要卖个鸡鸭 还得交肉食税呢 摆个地摊 得交战道税 您说邪乎不邪乎 他什么说法都没有 他敢这么收税吗 他就敢了 您有什么辙啊 他要增加薪税 他要有通令的 听说是县里派人啊 从卢州搞来的 搞来的都是一些 空白的文术 随便他怎么往上填 那你们就这么 老老实实往上交 不交行吗 蹲班房啊 可以上告啊 上面还有府衙 还有布政司 安察司 还有朝廷 就没人上告吗 听您这话 您就是刚来的 您知道我们县太爷是谁吗 是皇侄 皇上的侄子呀 这个我们知道 皇侄上面还有皇帝 皇帝他不许这么干 这个您不知道吧 您这人啊 真有点奇怪 您说皇上跟皇侄 那不是一码事吗 上皇上那儿告皇侄去 那不是找死吗 你怎么就见得皇帝 他一定向着皇侄呢 您这可是抬杠啊 那您怎么见得皇帝 就不向着皇侄呢 你要 你要去告 你要 你要往上告 你要试试看 你 你不试怎么知道呢 算了算了 我也不跟您说了 您想一想 这几个脑袋敢是这个呀 老板 来了 吴大人 您来了 老板 吴大人 您里面请 里面就不必了 去 把你们的水票拿来看看 好 好 要依法纳税 懂吗 懂 小人 懂 小人一直都是老老实实纳税 您不敢少交一文钱 嗯 这是国税黄粮 一文都不能少 小人明白 小人记下了 老板 我最近呢公务繁忙 身体欠佳 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老出虚汗 你说 这是什么病啊 吴大人 您稍等一下 吴大人 这是一点东北的野山深 您拿回去补补身子吧 管哟 还是请吴大人拿回去试试吧 好 拿着吧 那我就回去试试 好 走 咱们到下一家店看看 谢谢吴大人 吴大人您慢走啊 吴大人慢走 哎呀 一个月的声音又白做了 你们几位 买点什么 啊 刚才那个人模鬼样的什么人哪 嗨 您不是看见了吗 收税的 还是皇亲国戚呢 什么皇亲国戚 县太爷是皇上的侄子 这个吴大人 是我们县太爷的旧官 这还不是皇亲国戚啊 这么个皇亲国戚啊 你们这儿县太爷怎么样啊 县太爷刚上任的时候还不错 接连判了两个案子 判的那叫公正啊 都是前任碰都不敢碰的那种案子 两个父户啊都被他收了田产 那个时候真是给老百姓出了一搞恶气啊 我们那个时候还念叨呢 还是皇亲国戚好啊 敢下手 他这么说他还干过点好事 啊 后来就不行了 怎么不行啊 哎呀 事多了 这不 这两天就又出了一档子事 全城啊都传遍了 出什么事了 县衙有一个傅巡俭叫张仪 人挺老实的 我们都认识 讨了个老婆 人长得还真是不错 让县太爷给看上了 县太爷使了个计 把这个张巡俭提拔成了主部 然后到张巡俭家吃了顿饭 吃完饭就把张巡俭的老婆给抢走了 有这种事 嗨 这种事他干的也不是头一回了 这个叫张仪的 他住在什么地方 当年元顺帝就住在这儿 正还在远山上看过他 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 叫郑世元跟韩一可来见朕 是 朱大人 张仪那小子跑了 打听清楚了 打听清楚了 我听人说 他要去京城高壮啊 他没那么大的胆子吧 我曾经听他说过 他有一个亲戚在御史台 你说他会不会 就这样吧 明天送他回去吧 啊 就这么把他送回去啊 怎么会呢 那 张夫人回来了 那又回来了 张夫人回来了 张夫人 前座她 Nat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这些 就这些 够了 够了 该把朱桓抓起来了 现在就抓吗 那就等朕明天亲自到了定远看看 再说 这样最好 毕竟我们只是一面之子 朕相信你们所说的都是实情 夫人 吃点东西吧 张大人到底去哪儿了 怎么现在还没消息啊 我想 他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吧 四生 他们外面都说了些什么 没说什么呀 你别蒙我了 大家怎么想 我心里能不明白吗 夫人 别想那么多了 先把身体养好 四婶 你明儿 把街坊四连都叫过来 我有话跟大家说 嗯 谢谢你 我好想要过来 祝福 你 感谢观看